新增了275例 COVID-19的确诊 那267例是本土 那8例境外移入 本土确诊案例连续5天破百 累计突破千人大关 周三新增了267例 大多病例集中双北 新北129例 其中中和区新增26例最多 台北市70例 万华区占31例最严重 另外彰化县28例 桃园市16例 高雄市8例 台中市5例 基隆市4例 宜蘭县3例 台南市和新竹市各2例 其中台南是首度出现 确诊个案的新增城市 目前全台有超过半数县市 都有本土病例 万华区的活动使得有87例 台北茶艺馆的接触使得有73例 不明感染源49例 而267例中 127例是男性 140例女性 年龄介于不到5岁至80多岁 发病日从4月底到本周二 重症个案也有增加 家务病房里面使用呼吸器的目前是有26位了 那有使用液克膜的有三位病患在使用液克膜当中 那26位比前一天19位又增加了7位 病房量能有限为了清出更多床位给急需治疗的患者指挥中心也放宽 解隔离标准 经过专家小组的讨论以后 认为其实CT大于30以上 其实就是已经是安全的 CT值大于30就能解隔离回家 做7天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针对轻症或无症状者发病10天后 CT值小于30到集中检疫所7天期满后也能解隔离 至于有企业如果想要买快筛试剂让员工裁剪 陈世中也表示提供指引 陈世中强调快筛试剂虽然方便 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指引 可能会有误导之嫌 未来指挥中心也将跟专家讨论 如何协助企业达到防疫效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新闻APP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等你哦